这绝对是史上最丢脸的杀人魔 他举起尖刀 露出邪魅一笑 就往女人奔去 结果 他不服气 不就是个女人吗 浴室里还有一个 他再次发挥聪明的小脑瓜 掏出一台面包机 接着来到浴室 就冲着女人一番恐吓 只见他把机器往水里一丢 爱马 咋啥是没有呢 两人大眼瞪小眼 咋的 这是要给我烤肥皂水吗 不对劲不对劲 你压的 老子插头忘插了 可把玩偶气得直撞墙 但没事 屋里还有第三个人 这次总不能失败了吧 他再次来劲 躲到楼梯拿着球棒 觉得这次必定成功 哪只身高不够 挥个棒就打到了台阶上 男人顶多给吓到 照样啥事也没有 行吧行吧 打不过我还不能加入吗 玩偶就这样 和这一屋三口住了三个月 但即便如此 他内心那杀人的愿望 也从未停止 见女人在做饭 他倒好 居然当着面就想下老鼠药 你叫我别搞我就不搞啊 我没面子的呀 见他不肯走 男人反手就拿着喷雾冲的他连舍 你压的 要是你们三当初不搬到这屋子 没有从阁楼里发现俺的小屋 没有把俺从封印里放出来 老子哪里会落到这个下场 刚被释放出来时 玩偶还会坐在女人房间 打算靠神秘闪现吓唬吓唬对方 但女人以为是哥哥的恶作剧 便不以为然 毕竟第二天吃早餐时 他就发现玩偶被放在了桌上 这下更确定是哥哥搞的鬼 毕竟这么丑的玩偶 谁也没想到会成金 所以这才上演了 刚刚那一大串丢脸行动 玩偶本以为可以超越安奈贝尔的 现在倒好 成小丑了 但他不服气 必定要让这一家子好看 这男人坐上车 一扭开后视镜 玩偶惊了 玩够 这怎么能试完呢 他加大力度 猛的就往后拽 但你是不是忘了 除了鼻子 嘴巴也能呼气的呀 瞧瞧你这杀手当的 也太丢脸了吧 玩偶一脸冷漠 只能弱小可怜且无助地撸着猫 但你说我不行 我就偏偏行给你看 玩偶转头就在地毯上插满钉子 再把弹珠往地上一泼 到食人一踩上去 必定凉透 随后他拿着杯子往地上一砸 就搓着手手等人中击 结果女人一推门 好家伙 门是往里开的 弹珠全给搞没了 而对于玩偶的精彩操作 三口子还举办派对 当着他的脸就模仿起来 看着这动作这表情 你们是不是忘了玩偶就在旁边了 他不要面子的吗 行吧行吧 那就再搞最后这晚 趁着小妹过生日 玩偶掏出喷剂 等对方要吹蜡烛时 他就拿着喷剂对准 结果口子反了过来 喷自己满满一脸 干铃娘吗 等三人再看电影 玩偶就在男人身后架起狮子弩 接着他躲到后头 打算来个贴脸偷袭 只见他扯下影线 客厅就传来尖叫声 玩偶兴高采烈 这次总该成功了吧 他兴奋的快步跑去 却发现狮子弩掉在地上 男人也安然无恙 他缓缓抬起头 好家伙 弩剑射天花板上去吧 而他们之所以尖叫 都是猫主子在客厅拉响了 玩偶这一看 连忙就冲上去顶罪 这响啊 俺干的俺干的 咋样 终于怕了吧 玩偶被受打击 尼亚的当个杀手 就没有俺这么丢脸过 他和猫主子做好最后的告别 便回到阁楼 躺进了自己的小窝里 默默留下了悲伤的泪水 但之后发生的 却让大火一想不到 我就没见过这么丢脸的杀人魔 拿刀往人家捅去 结果反给踢飞 拿着电器往女人浴缸丢 却忘了插插头通电 拿塑料袋往人脑袋一照 鼻子是罩住了 嘴巴却还在通气 更惨的是 还要给这一家子逼着去吃响 可把玩偶给委屈的 直接就躺进棺材 把自己给封印了起来 哪知到了深夜 家里却闯入了俩小偷 他们先把男主人打晕 就将两小妹拽到客厅 玩偶听到冻结 赶忙下楼查看 见到有猎物送上门 他就兴奋到直发抖 然而看到猫主子有生命危险 俩小妹还要给截筛 玩偶哪能忍得了 他立马关掉灯光 就将一小偷引到了楼上 随后他泼下一地弹珠 背后一个偷袭 就导致小偷打滑 猛的就插到了满地钉子上 接着塑料袋往身后一掏 地毯那么一裹 哎嘿嘿 看你怎么逃 玩偶这下可来劲了 他拿起尖刀 一下一下地就往小偷戳去 受了三个月的委屈 终于有处发泄了 接着玩偶继续行动 他将同伙引到房间 就掏出弩箭 直击对方大腿 等同伙去浴室洗伤口 他就闪现到其身后 掏出喷剂拿出火柴 嗖的就把对方烤成了猪肘子 最后趁同伙把手放进浴缸 玩偶就立马插上走 将水里的面包机通电 成功把对方直接送走 优惑惑 劳资纵于撒人了 而也多亏这次 三口子也接纳了玩偶为家人 可殊不知 在他们喝下牛奶后 男人觉得味道甜的寒 但小妹明明没放糖啊 等等 既然他们啥都没干的话 那不就是 玩偶想下毒 却把糖当毒药下了呗 好家伙 就你这智商 也就只能搞坏人了 好人吗 就还是别想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叫做 玩偶分离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